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新加坡那邊就打算再進一步放寬口罩令, 單是乘巴士或交通工具, 還有醫療醫護機構設施才需要戴口罩, 即是說平時出街可以脫口罩。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在21日表示, 政府抗疫跨部門工作小組便會公佈詳情, 按照新規定, 在巴士這樣的擁擠空間和其他人有長時間近距離接觸, 或診所、醫院、療養院等醫護設施, 亦都是有年紀大或免疫力較弱的人, 所以就需要戴口罩, 不過有某些地方是可以選擇不戴口罩, 尤其是學校之內, 因為學生需要在課堂上看到老師和同學的表情, 還有互相學習和發展。 李顯龍亦同時提醒, 這個新冠疫情仍然是會持續一段時間, 所以就必須要為更加之多的變種病毒株和新一波疫情來之前, 做好準備, 新加坡由今年4月26日開始就已經大幅放寬了防疫措施, 除了保留室內要戴口罩之外, 還有進入高風險場所是需要打疫苗這個規定幾乎所有符合措施已經解除了, 而新加坡由小月份開始就已經行共存那一套, 只要現在這樣看, 它是再進一步放寬口罩令的措施, 可能他們那邊的衛生部門應該都是有評估過這個風險的, 可能認為這個疫情的殺傷率已經叫做越來越低了, 所以就行一個這樣的寬鬆措施了。 今集和大家睇到來這裏先, 大家有什麼想講, 下邊留個言吧, 我們下集再見吧, 拜拜!